近日,无锡石家庄山东等地检测出奶枣进口车离子新冠病毒核酸阳性。 进口水果能不能吃? 答案,进口水果还是可以吃的。 水果的保存温度一般在零度以上,很多保鲜温度约四摄氏度左右,远高于很多冷冻鲜食品的温度。 病毒在这样的温度下存货时间就会大大缩短。 吃水果会感染新冠病毒吗? 多位专家在不同场合均表示,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可通过食物传染给人。 我们的关注点应该在于外包装食物进入口前的手部卫生。 很多人容易忽视洗手完结,导致清洗后的水果被食用者带病菌的手二次污染。 导致疾病的原因并不是水果本身,而是依附在水果表面的病菌。 除了新冠病毒外还有常见的沙门氏菌、富龙血腥胡菌、葡萄球菌、大肠杆菌以及黄曲霉菌等都可能附着在水果表面。 人食用后可能会引发不适或中毒等。 特殊时期怎么处理食物? 一、请勿使用含有腐蚀作用的化学消毒品清洗农产品,避免给食物增加不必要的化学污染。 二、在常温自来水下,轻轻冲洗新鲜水果和蔬菜,尽量使用流水清洗。 三、尚务证据表明盐、胡椒、醋、柠檬汁和酸橙汁可以有效去除农产品上的致病微生物。 四、注意保持手部卫生清洁,使用水果前和购物后及时洗手。 五、使用了一半的食物不建议暴露于空气中,可在密闭容器或保鲜膜包裹后放冰箱保存,但注意保鲜时间防止腐败和二次污染。 六、切记食物不要长时间放在冰箱,冰箱不是保险箱,许多病毒和细菌在低温环境仍然可以繁殖,必须定期对冰箱做好除菌消毒工作。